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皮哥,浪姐两档作为芒果台的爆款节目,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爱 这两档节目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 其中浪姐已经被越南卖了版权,并且越南版浪姐即将播出 而浪姐舞嘉宾也正在邀请中 目前再次传出了一份最新嘉宾名单 一人多达45人,其中范冰冰出现在名单中 他不可能收到邀请 内地一人分别是陈明、田振、范冰冰、徐静磊、韩雪、袁权、秦岚、张敬初 唐嫣、陈子涵、齐薇、薛嘉宁、杨雪、陈毅、王荣、李沁、杨荣、徐璐、李盛 田振是内地天后,他已经退出歌坛多年 虽然在2022年付出参加了芒果台的时光音乐会 不过节目结束后,他便回到了澳大利亚 后来他来内地还参加了北京卫视的跨年晚会和北京卫视、湖南卫视的春晚 但他退出歌坛,并居国外是因为身体原因 浪姐这个舞台相比时光音乐会录制强度要强很多 因此他大概率不会参加 陈明也是内地著名歌手 他有很多金曲 其中包括快乐老家、等你爱我等 如果他能够参加浪节舞,毫无疑问会是自治最深的嘉宾 范冰冰则是内地演员、制片人、歌手 当年范冰冰的人气可谓是非常高 不过在2018年10月,他因偷税漏税问题 被处罚款8.84亿元 因此也是全面遭到了封杀 遭到封杀后,范冰冰开始前往海外发展 先后在日本、马来西亚、美国洛杉矶、韩国等地出演了一些影片 但国内全面封杀,因此芒果台不可能邀请他参加浪节舞 他也不可能出现在内地综艺节目中 韩雪、唐烟、齐薇、袁全、张静初等人已经多次出现在网季你要名单中 但几人从未参加过,不知道今年是否会参加 中国香港艺人分别是梁永齐、杨千化、林嘉欣、邓丽欣、徐豪营、邓影之、文永山、吴宇飞、文心妍和黄翠如 梁永齐、杨千化都是香港著名歌手 两人近年来也是经常参加各大综艺节目 梁永齐在时光音乐会中更是留下了很多经典舞台 中国台湾艺人分别是林心如、卓一挺、安一轩、陈一荣、英彩儿、范伟奇、张密军、谢金燕、徐伟宁和林依晨 英彩儿是陈小春的妻子 当年陈小春参加皮歌时表示妻子会参加浪姐三 可是今年浪姐四播出她都没有参加 不知道这次她会不会参加 台湾艺人大多数都是歌手 并且他们的歌曲陪伴了很多80后90后的成长 能够邀请到其中的三四人 这档节目的收视率都不会太低 台湾艺人分别是英国的阿戴尔、日本的苍木麻衣、韩国的甚至泰国的平采纳 越南的黄锤玲和新加坡的郭美美 郭美美是新加坡及华语女歌手 她已经连续多集出现在你要嘉宾名单中 但也是从来没有参加过 黄锤玲是越南女演员、模特 目前越南已经买了这档节目的版权 目前越南版的嘉宾阵容已经官宣 因此黄锤玲参加浪姐舞的可能性还挺大 参加完内地节目 再会越南参加越南版人气肯定大增 阿戴尔则是英国著名歌手 也是国际歌手 之前网爆名单中美国好莱坞演员参加 这次又换成了阿戴尔 但可能性并不大 很难邀请到她参加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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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